有点辣 我觉得只有辣 只有辣 好辣 哇 带起来感觉好暖和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牛小咖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一直在做咖啡的教程 然后今天这期节目比较特殊 让我们欢迎Gradury 这么好的欢迎 谢谢你 给我们包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平时喝咖啡吗 啊 平时喝咖啡 你做不做咖啡 外面我 我在家里我有一个机器 我可以就是按 然后咖啡拿出来 全自动的咖啡机是吧 对 自动的咖啡机 有吉他的吗 今天让Gradury挑战一下 用半自动咖啡机制作出来 比较不错的咖啡 不是花了10天 我能够保证让你今天在一个小时内 一个小时 做喝一杯咖啡 真的假的 因为我相信你 但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压力有可能有点大 我来先演示一下 然后这边是磨豆机 我要先把咖啡豆研磨成咖啡粉 OK 等一下它会自己研磨 可以用这个布粉器很平 对 拿这个粉锤的时候呢 这样来拿 然后不要这样拿 这样拿的话呢 它会压不平整 需要用到这个90度 这样压下去了之后呢 它就会很平整 这是非常专业的巴尔自带的动作 对 然后接下来卡这个咖啡机上边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咖啡叶出来 它这个咖啡叶呢 你可以看它流速非常的均匀 然后呢很慢速 而且它的这个CREMA非常的粘稠 这就是一杯比较好的一个ESPRESSO 你要自己喝一个吗 有点酷 接下来我来打发牛奶 打发奶泡要先进气 你听到嘶嘶嘶 然后呢牛奶的温度到60度 然后就把它关掉 然后再放一下蒸汽 把它里边的这个蒸汽孔清洁到 然后这是打发好的牛奶 你看它是非常亮的 它的这个质感非常好 哇好看 你也可以做成这样 我不相信 我来教你 我先用水 你如果要是能把它倒得非常稳的话呢 那你对这个手上的控制力就会非常高 你在去做拉花的时候呢就能呈现出来 倒出来的这个水一定要非常的稳 它会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流速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要稳一点这样 然后呢再画圈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需要落下来 然后再抬起来 这个水流变小 然后再往前收 然后再往前 对 对 让你用咖啡来试一试 ok 往前点一下 对 这个地方 对 然后90度 90度 是我的大臂 ok 小臂 对 用大臂 这个很平 你的动手能力很强 这个你可以自己来了 对 就按照我刚才教给你的步骤 前期可以速度稍微快一点 好 再快一点 好 杯子倾斜的再多一点 好 下来 对 再贴下来 再下来 哇 不错的 对不对 这个还不错的 可以的 这是你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已经成功了 有50%了 你操作的第一遍感觉怎么样 它不好看 等下你在操作第二遍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新型 确定吗 对的 我确定 那我这次在那里臭 好 然后呢 把它放到拉花缸里边 拿一个角度 yes 对 对 对 然后 好 好 这样落下来 对 对 哇 哇 哇 这杯更完美 这个已经是一个新型了 hard 差不多 差不多看起来像一个新 对 你是我第一个 睡到这么快 对的 只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做成这样 哇 要不要尝一尝 可以可以可以 味道真的不错 还有喜欢它的口感 那个奶的蜂蜜的味道 还有你一定需要喝咖啡在杯子 不可以用那个纸 通常纸杯都是take away外带的 对 我觉得这个笔质好好复 嗯 OK Jerry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一杯 新型的一个辣花 学习这个打奶泡 还有甜粉 亚粉 其实每一个步骤学习都很快 他应该是动手能力比较强 谢谢 真的有很好的老师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咖啡可以给你喝 哦 哇 铁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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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味道 你觉得呢 那比有可能有点甜 有点 这个不甜 那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吗 这是我第一次带 我闻起来怎么样 哇 带起来感觉好暖和啊 我带着辣椒来做这个非常特别的铁菊咖啡 这个是我准备的特殊的原材料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们特制的一个糖浆 好 最后再做一个这个装饰 好 有点辣 有点辣 我觉得只有辣 只有辣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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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嘴唇有点麻 嘴巴现在很辣 其实很辣 Jerry你觉得你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随到怎么做拉肥 嗯 maybe做几次做五次十次可以更好看 对你的熟练度高了之后会做得更好 所以说非常有天赋 你的嘴巴怎么样 有点麻 哈哈哈 但是整体感觉很暖和 那这期节目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成功了 成功了 yes thank you 谢谢老师 谁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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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要 他 这个 蛤 我为什么笑 蛤 哈哈哈哈 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自己做的比什么更好 哈哈哈 对的